在加拿大東部 四十多位政要發出賀信 祝賀法輪大法洪傳28週年 聯邦議員們讚揚 真善人理念是所有信仰的楷模 法輪大法造福全世界億萬民眾 並祝願其立國立民的正面作用 繼續在全世界發光 聯邦反對黨領袖希爾在賀信中說 通過推廣真善人宇宙特性 這個傳統的中國功法在全世界休者日中 加拿大一直是宗教自由的燈塔 為擁有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們提供庇護 他還承諾保守黨一直關注和支持 因信仰受到迫害的群體 參議員吳南海讚揚 法輪大法的教導 幫助全世界的民眾提升精神和身體健康 在法輪大法日 歡迎大家了解其益處和傳統 並將這些價值觀推廣到全球 法輪大法國會之友共同主席 資深國會議員斯科諾表示 你們堅持不懈在加拿大和全世界推崇包容 信仰自由等價值觀 我很榮幸對你們的努力給予支持和肯定 請記住 自由黨的成員和你們站在一起 另外 塞貝克 貝讚 布拉薩德 阿特溫等 多位國會議員也紛紛道合 描述 真善人的理念也是加拿大的價值觀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際 全世界 尤其是中國 更應該珍視 真善人理念 安省綠黨領袖施萊娜 庫澤托 韋邱佩芳等多位省議員 旺市市長布韋拉誇 奧沙瓦市市長卡特 等多位市長和市議員也發出賀信 感謝法輪大法對全世界的卓越貢獻 另外 哈利法克斯等六個市政發出加獎令 宣布5月13日為法輪大法日 或5月為法輪大法月 新台記者珠峰 加拿大多倫多報導 就更多可以 河綜合 we t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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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